日前台中是一名58岁的碱性夫人,从不抽烟,但前几个月却突然酒壳不停, 痰液浓稠偏黄且带有血丝,吃药后随烧又改善, 几周后又变本加厉,还和病发烧,食欲也受影响, 一时发现其左肺下方的支气管变得粗大, 里面全被痰塞满,确诊是支气管扩张症惹祸, 幸好透过药物及呼吸附健,症状大幅改善, 亚洲大学胸腔内科主治医师谢盐说明, 慢性咳嗽原因很多,常见包括急性感染如梅浆菌, 慢性呼吸道疾病如气喘,肺阻塞, 或是肺部以外器官如鼻涕倒流,胃食道逆流等, 甚至一些非感染性的全身性发炎疾病都是可能引起九颗不育, 例如支气管扩张症就是其中之一, 谢盐医师指出, 支气管扩张症主要是肺部支气管壁因为先天基因或后天的原因导致结构破坏, 小支气管失去弹性弯曲及扩张, 形成永久不可逆性的扩张导致弹液容易堆积, 除了咳嗽不止,早晨会咳出又脏又浓的黄痰, 甚至还有血痰,呼吸困难及胸痛等并发症, 呼吸道感染频率也会随之增加若是长期未治疗, 还会导致食欲减退及容易疲倦,增加呼吸衰竭的风险。 最后谢盐医生提醒, 支气管扩张症就是一种慢性病, 目前尚未有可恢复以破坏支气管健康的治疗方式, 但若能适当地清除弹液, 就能有效地避免支气管扩张症持续恶化。 目前治疗重点会以非药物的弹液清除方法为主, 极有适当的姿势引流。 拍背,学习呼吸控制及气道清除技术, 再搭配化痰药及排痰剂, 吸入性支气管扩张剂, 多半能改善症状。 感谢收看,欢迎订阅,按赞,分享。